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郑国的国内形势 在资产的领导下一片大号 有一天 燃明来找资产了 还记得燃明吗 就是那个长得奇丑无比 但是却很有脑子的那个人 资产就问他 什么事 因为燃明最近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所以资产也很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燃明就说了 说啊 我听说郑国人现在喜欢聚集在乡校 理论您的心证 好像说好话的不多 舆论导向不对 不符合主旋律啊 是吗 资产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这一切他早听说了 可能您要问了 什么是乡校啊 这里的乡就是老乡的乡 乡下的乡 校呢 就是学校的校 燃明就接着说了 把乡校给关了 怎么样 资产说 为什么 大家喜欢去乡校 议论我的心证 有什么对错 大家支持的 我就坚持 大家反对的 我就改进 这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实际上是在帮我 为什么要关闭掉呢 我听说 应该责善而行 以减少怨恨 没有听说过 利用权势来压制怨恨的 如果使用压制的办法 也可以让大家闭嘴 但是这种方法 就像防水绝口一样 如果喝水绝了大口子 必然造成很大的伤害 到那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还不如开个小口子 让水一点一点流出来 我们不妨把听到的批评 当成治病的良药来看待嘛 说这番话 实际上 资产是断然拒绝了 关闭乡效的这种提议 史书左传的原文 记载资产的话是 何为 福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义执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 武则行之 其所悟者 武则改之 事武施也 若知何悔之 我闻终善以损愿 不闻作威以防愿 岂不就止 辟之若防穿也 大绝所犯 商人必多 武不能救也 不如小绝之石倒 不如武闻而要之也 燃明听棒 禁不住 肃然起敬 说 书啊 到今天我才明白啊 您确实是值得追随的 如果照这样去做 郑国真的大有希望 而不是小有希望啊 燃明说着说着 都有些激动了 他是打心眼里 佩服资产啊 后来 孔子因为这件事情 赞扬资产 原话说 以事观之 人为资产不仁 武不信也 由此可以看出 实际上孔子 也是个支持言论自由者 这一段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资产不悔相效 历朝历代都受到歌颂 可惜的是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是夜宫好龙 说是怎么说 唱是这么唱 歌颂是怎么歌颂 但没有几个人 真正的学资产的心胸的 所以资产可以说得上 是中国历史上 言论自由的先驱了 当舆论不符合主旋律的时候 是舆论的问题呢 还是主旋律的问题呢 资产给出了正确答案 那就是 如果主旋律是正确的 又何必担心舆论呢 如果主旋律有偏差的话 压制舆论 也不可能让主旋律变得正确 紫皮的封印的翼仔老了 所谓的翼仔 就是帮紫皮管理他的封地的 那个主管官员 属于他的家臣了 既然他老了 就需要物色一个新人 去管理封印 紫皮有个家臣叫尹和 人很年轻 紫皮也很喜欢他 想要他来接任 不过在决定之前 他想听听资产的意见 紫皮先把情况介绍了一番 然后询问紫产是不是该让尹和来管理他的封印 紫皮考虑了一下 说 太年轻了 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实际上 实际上紫产并不了解尹和 紫皮就说了 尹和谨慎老师 我喜欢他 他不会背叛我的 让他上任之后再学习 他也就懂怎么治理了 紫产就说了 恐怕不行啊 人们爱一个人 总是希望对他有利 现在您爱一个人 却把管理封印的事交给他 就像他还不懂拿刀 却要让他去割东西 那样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多 最后就弄成您喜爱一个人 反而使他受到伤害 那还有谁敢来求得您的喜爱呢 您对于正果就如同栋梁 栋梁若是折断了 房子就会倒塌 我也将会被压在下面的 所以啊 我一定要跟您说实话 比如说 您有美丽的锦段 是不会让不懂裁缝的人 来学才智的 高级官员和重要的诚意 那是自身的保护 而您却让没有治理经验的人 来治理 他们对于锦段来说 不是更为重要吗 我听说要先学习 然后任职 没有听说过上任以后才学习的 如果这样做 一定有所危害 比如打猎 射箭驾车都很熟悉 就能够获取猎物 如果从来没有上车射箭驾驭 那么就只会担心翻车被压了 那还有什么心思 用于考虑捕获猎物呢 说到这儿 资产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 紫皮听了 频频点头 从来没有人像子产一样 对自己直截了当地提意见的 他说 说得太好了 哎呀 我真是糊涂 我听说 君子致力于懂大的 深远的事情 小人致力于懂小的 近的事情 这样看来 我只不过是个小人啊 衣服穿在我身上 我知道爱惜他 高级官员 重要诚意 是来保护自身的 我却不懂得他们的重要性 没您这番话 我还不知道啊 从前我说过 您治理正国 我只治理我的家族 来保护自身 就可以了 现在知道 这样做是不够的 从现在起 我请求 即使是我家族内的事物 也按您的意见去办 紫皮说得很诚恳 资产的能力和为人 他现在看得太清楚了 资产却说 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就像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您家的事 我管不了 不过 如果我心里认为很要紧的事 也一定会如实相告的 确实 资产才不愿意管紫皮的家务事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干嘛往这坑里跳 从那以后 紫皮把国家所有的政事都交给了资产 资产的权力就更大了 把这个事情拿到现代来说 也有说头比较一下 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家长的教育的方法 国内也有先富起来的一些人 国外也有富豪 但是我们常常听说 国内的富豪们 很喜欢把自己的孩子 直接推到领导位置上 这样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当然 也有运气好的 天生有禀赋的 一上位就已经能做得很好的 有 但是这种情况不多 更多的是直接造成了富二代 而国外呢 你看看那些大富豪 他们是怎么做的 一成年就把孩子赶走 让孩子到基层去锻炼 去当销售员 去当广告员 甚至去送外卖 稍微有点历练了 回到自己的公司 也是从公司的底层开始做 很少听说 直接就到公司的高层的 甚至有些富豪 一早就宣称 自己的财产是自己的 自己死后要捐给国家 分享给社会 自己的孩子只能得到 很小的一部分遗产 这是为什么呢 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仔细想想 就是资产的这一番道理 爱一个人 要知道爱的方法 如果爱一个人 就直接把财富和权利交给他 实际上是害了他 这一点道理 几千年以前 中国的古人懂 而现代的人 懂得却不多了 相反 这样的道理 却被外国人学了去 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 听觉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国 就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国 就不敢和他们交朋友 这是资产 常常说的话 当然 他也这么做了 郑简公25年 也就是公元前 541年 郑国先后接待了 楚国的另颖 王子维 和晋国的中军元帅 赵武 我们就来看看 郑国是怎样 和他们打交道的 王子维 来郑国有两件事 第一是参加在郑国举行的 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 第二就是来迎娶 紫时的女儿 王子维 可不是轻车减从的来的 他是带了 三千楚国精兵来的 这让郑国人 普遍表示担心 因为万一迎亲的时候 楚国人突然翻脸起事 郑国那就危险了 怎么办呢 资产下令 不允许他们进入郑国都城 事关国家安危 该强硬的时候 一定要硬到底 于是 资产派出外交家子宇 和楚国人交涉 据理力争 绝不让步 最后 楚国人不得不接受 郑国的条件 这一段故事 以前和您说过了 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 结束以后 王子维高高兴兴的 带着老婆回到了楚国 接下来 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 和鲁国的书孙豹 则专程来到郑国的首都行阳 拜会郑简宫 郑简宫非常高兴 亲自设宫 亲自设宴款待 紫皮则亲自去通知 时间和地点 首先到了赵武的房间 把时间地点告知之后 临别 赵武念了一首诗 护夜 紫皮听得有些奇怪啊 不知道赵武什么意思 又不好问 从赵武那里出来 紫皮去了书孙豹那里 同样的 告知了时间地点以后 把刚才赵武念的那首诗 和书孙豹说了 就问这什么意思 书孙豹是个老好人啊 立刻给他解释 哎呀 袁帅的意思就是 宴席要从简 一线就够了 大家叙旧聊天 算个朋友聚会就了事 来的时候 赵武就和书孙豹 说过这个意思 说郑国几个弟兄 人很好 想交个朋友 紫皮还犹豫呢 书孙豹就说了 怎么不行啊 他自己提出来的 紫皮回来以后 把赵武的意思 和郑简公说了一遍 郑简公觉得不妥 他认为 这样可能会轻慢了赵武 最后赵武会不高兴的 于是宴请的当天 紫皮准备了五线的标准 赵武来了 一看是五线的标准 当时就退出来了 紫产一看 跟出来了 赵武就说了 我跟紫皮说过了 不要搞这么丰盛啊 大家朋友聚聚 随便点好啦 于是紫产再进去 把赵武的意思 对紫皮说了 紫皮还犹豫呢 紫产就劝了 别犹豫啦 人家把咱们当朋友 咱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一线就一线吧 于是紫皮紧急将宴会改为一线 我们以前和您说到过了 这里所谓的线 就是线里的那个线 这个线呢 指的就是款待的规模 如果说五线 就相当于超五星级的标准的话 那么一线 那已经到街边的大排档 农家乐的水平了 但是赵武看了 却笑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 和哥几个吃饭 到五星级的端起来 有什么意思 当然是到大排档 大家翘着脚喝啤酒才爽嘛 于是 这一线的宴席终于开席了 赵武 书孙报 紫皮 紫产等等 悉数落座 之后胡吃海喝 海阔天空一顿猛聊 大家都谈得很开心 喝得很过瘾 这一场酒宴结束的时候 赵武盖叹了一声 意思是 今后再也不会喝得这么爽了 再也不会有这样一种令人开心的宴席了 赵武高高兴兴的走了 书孙报也高高兴兴的走了 紫皮也高高兴兴的走了 于是资产明白了 其实 大国并不总想着欺负小国的 有时候 他们也需要朋友 愿意像朋友一样和小国打交道的 可是 小国总是把自己当孙子 因此 也就丧失了 和大国平等对话的机会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 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这一时期 出现了朱子百家相互争鸣 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有许多出现的这个时代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老子孔子震撼登场 道家儒家百花齐放 就让我们带着崇敬 回顾春秋那些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